用它来炖肉那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有见过用它来炖人肉的吗 咱们今天呢来讲讲 发生在重庆的一起杀人碎尸案 2008年2月13号晚上12点左右 重庆市公安局于中分局指挥中心 接到有人报案 报案人的姓李 这李某啊 晚上回到家里边 就发现他的妻子张广平不在家里 这家里呢还有血迹 所以他怀疑自己妻子啊 被人害死了 这李某的家呢 住在于中区交通街41号 接到报案之后 于中公安分局 立即组织刑侦人员赶到现场进行勘查 这个房子呀 是一套两室一厅 客厅地面上 能够看到两处擦拭状的血迹 一直延伸向了大门口 这血迹呢 有一道子是34厘米长 还有一条是10厘米长 在沙发上 发现有水卡和电卡 还有水电费收据各一张 但是这收据上显示的地址 可不是李某的家 而是重庆市于北区黄金堡11栋 这黄金堡小区的水电费收据 怎么会在李某这家里面出现呢 随后民警继续勘查 两个卧室门框底下 以及旁边的墙壁上 都能够看到灵星的血迹和擦拭的痕迹 主卧室里面呢 是一张双人床 床上的被褥是从床头那翻向床尾那的 是半打开的一个状态 床单的一角有一处血迹 那处血迹的大小是15厘米乘3厘米啊 您各位可以比划比划挺大一块 现场门窗都是完好无损的 房间各个部位的物品呢 什么这些家具呀摆设呀都挺整齐的 没有明显的翻动迹象 随后警方呢也进行了外围勘查 在这栋楼四楼一门住户门前 地面上啊 有少量的低落和流淌血迹 这李某家是住三楼的 这血迹怎么会在四楼出现呢 但不管怎么说 出现这么多的血迹 刑侦人员基本上也能确定 受害人张广平很可能已经遇害了 随后于中区公安分局成立了213抓案组 抓案组的民警迅速展开调查访问 并且单独派警力赶赴重庆堡小区 因为那水电卡跟那水电费的收据 写的就是那个地址啊 当民警来到了黄金堡小区 十一栋这一户住户门前的时候 在大门外边的墙角那儿 也发现有血迹 民警们当时就感觉这情况不对 张广平会不会就在这房间里呢 随后破门而入 这一进去 了不得呀 竟然发现了尸块和作案工具 黄金堡的这个房子呀 也是两时一听 大门外墙角那儿是粘负状的血迹 18厘米乘10厘米 在客厅里面呢 有纸箱子 有鞋套等等作案工具 那鞋套上都沾着血了 在厨房 卧室 还有卫生间 都发现有人体的残缺组织 一部分人体组织 还经过了蒸竹 次卧室西边啊 是一个天台凹字形的 在天台上 发现有一塑料袋 那里面呢 装着人的骨骼 还有一条残缺的上枝组织 以及一把铁锤 从这次卧的窗户往下看 在二楼平台上 发现了经过焚烧的受害人的衣物 以及部分作案工具 在现场楼房下水道里面 警方经过打捞 也打捞出来了一部分人体的皮肤 肌肉组织 血管 还有肺脏组织 等组织碎块 这皮肤组织表面呢 是黑褐色 有着非常明显的水泡 这个现场 让出警的民警看着 那都是心惊胆战的 侦察员呢 立刻向指挥部进行了汇报 没过多大一会儿 大量的刑侦人员赶到现场 进行探查 进行实检 接下来呀 各位听友 您得做好心理准备 我呢要给您各位 仔细的说说 现场发现的这些尸块的特点 这个对于这起案件的侦破来说 至关重要 发现了头颈部尸块一块 面部完整 右侧头部 有多处片状 大小不等的皮下出血 头部散在有12处伤口 都有明显生活反应 面部也存在片状的皮下出血 或者表皮剥脱 上下嘴唇粘膜 有破损出血 在这头部下边 就在第六七节颈椎那 就断开了 这个断开的那个窗面 没有生活反应 断端的皮肤呢 边缘很整齐 颈部软组织 以及锥体骨质 断面非常整齐 这也就是说 死者是在死后 被人把这头颅给切了下来 经过清点 胸腹部的尸块 有一对肩胛骨 一块胸骨 一共30根完整的 包括断裂的肋骨 脊柱啊 被分为了三段 上边那一截 骨质断面很整齐 其他的那两截呢 骨质断面都不整齐 断裂处 有骨质缺损 腰椎部 还能够看到 上面残留着一部分 皮肤软组织 皮肤表面 能够看到 多处凌乱的划伤之后 所形成的伤痕 胸腹腔的脏器 以及软组织 都是缺湿的 没有找到 除此之外 还找到了一块骨盆 以及附着在上面的软组织 这块尸块是基本完整的 软组织的色泽也是正常的 盆腔里面呢 有完整的子宫 有副件 还有一段结肠 子宫腔里面 经过解剖 能够看到 还有结玉环 咱们接下来 再来说 四肢的尸块 左上肢尸块 也就是 左边胳膊上半截啊 这一块上面 是从肩关节这切断的 皮肤呈黑灰色 部分皮肤表面有水泡 断断软组织的切面 色泽也是灰暗的 没有血迹流出 左手的中指和小指 是缺湿的 右肱骨 右齿骨 各一根 还有一部分残留的 右手掌的掌骨 和右手指的植骨 右齿骨下端 能够见到 有力气砍切的痕迹 死者的双下肢骨 是齐全的 只有双脚一部分 皮肤软组织 是缺湿的 这双脚的皮肤呢 也是灰黑色 皮肤表面 也形成了水泡 下肢骨骼表面 能够看到 多处砍切伤痕 所有骨质相连的 软组织切面 都呈现灰白色 失去了光泽 没有血液流出 各个尸块 断端都是能够 相互吻合的 经过DNA检验 这些尸块 可以认定 是同一名死者的 并且最终能确定 死者就是张广平 警方也提取了 一部分尸体组织 进行毒物检验 没有检出毒物成分 这法医的尸检报告 出炉之后 213抓案组 根据现场分析和案件性质 也进行了会议讨论 也得出了关键的结论 第一 现场没有翻动痕迹 没有财务损失 能够排除抢劫杀人的可能性 案犯熟悉受害人的生活规律 趁受害人独自在家的时候 和平进入室内 杀人之后清理现场并且医施 在第二现场对肢体进行肢结 并且用高压锅蒸煮 随后倒入下水道 这起案件是一起有预谋的故意杀人案 并且应该是熟人作案 第二 死者的角膜是混浊状态 并且根据法医检查尸块所得出的结论 这死者死亡 距离解剖开始的时候是24小时 所以结合案发情况来分析 作案时间应该是2008年2月12号 晚上7点半至晚上11点半左右 第三 被害人头皮窗裂伤的窗口并不整齐 一部分典型伤口是弧形的 长度差不多是2厘米到4厘米左右 窗原是有挫伤带和皮下出血的 根据这些损伤特征 能够推断智伤工具是锤子一类的钝器 第一现场跟第二现场都不在一个区 重庆的朋友应该知道 从渔中到渔北可不近的 这两处现场相隔11公里 第一现场大门内侧 地面上不是有那平行血迹吗 在四楼住户门前不是也有血迹吗 第二现场还发现了有红色的包装胶带 经过分析认为 移尸过程之中 这尸体曾经用包装物包裹起来 并且是有血迹渗出的 根据刚才咱们所说的那些尸块特点 能够判断出来 分尸工具是砍切类的工具 除此之外 还有那些关键的结论 刚才节目 咱们讲了三条 根据尸检和勘察得出来的重要结论 在说第四个结论之前 咱们得先说说重庆房子的特点 还有这两处案发现场居民楼的特点 我记得我刚到重庆的时候 哎呀彻底算是打开新世界了 重庆被誉为山城啊 所以啊 这个楼 它出入口不一定是一楼 并且大概率的它不是一楼 我记得我当时在重庆住的那地儿啊 一楼出去是大马路 八楼还有一个大门口 出去也是一条大马路 到了十三楼 还是十四楼来着 还有一个大门口 出去依然是大马路 而这起案件里面 一开始我就提出一个疑问 这死者的家住三楼 为什么四楼会有血呢 因为死者家所住的这处居民楼 出入口是在七楼 也就是死者每回回家 从大门进入楼洞里之后 不是往上爬三层 而是得往下走四层 这栋楼呢 还没有电梯 第二现场 也就是黄金宝的那个房子 是位于八楼 也没有电梯 接下来该说第四个结论了啊 案发第一现场和第二现场 都没有电梯 并且中间相隔的距离 超过十一公里 第二现场呢 又发现了多种作案工具 各位您想想这个情况 哪怕是壮汉 哪怕是大小伙子把人杀了一个人扛着 从三楼扛到七楼出来 长途跋涉 经过十一公里 到了黄金宝 再康康的扛上八楼 他干不了 所以这起案件 一个人无法单独完成 至少是两人结伙作案 第五个结论 这起案件呢 这凶手作案的时候 心理素质很好 尤其是心思非常细腻 非常缜密 您想啊 和平进入室内 杀完人之后 清理现场 转移尸体 现场除了零星的血迹之外 没有发现其他有价值的痕迹 这就说明当时打扫 清理的还是很细致的 而到了第二现场之后 为了毁尸灭迹 把尸体肢解 又进行高压锅蒸煮 随后把人体组织切碎了 倒进下水道 根据这些 警方就推断出 这起案件应该是熟人作案 并且很可能 由女性参与作案 犯罪分子 有着非常强的反侦察意识 手段极其残忍 手段为什么这么残忍 很可能和被害人之间 有很深的仇怨 现在看来 要想知道这凶手是谁 这也不困难 为什么呀 这不把尸体从鱼中 挪到鱼北黄金宝了吗 那就查查这房子是谁的呗 通过走访调查了解到 这黄金宝这个房子 房主屋 跟张广平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这房子现在租出去了 而租住在这的人 是张广平他丈夫 李某的儿子李坤 您各位该说了 张广平他丈夫的儿子 那不就张广平儿子吗 不不不不不 张广平是李坤的继母 这李坤的亲妈叫某小翠 案发之后 李坤和某小翠 这母子俩不知道去哪了 现在看来 这两个人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既然知道这两个人身份了 他们再想跑 可跑不了了 民警呢 通过侦查布控 当天晚上就把两个人抓住了 李坤和某小翠 也对杀人碎尸的犯罪事实 共认不讳 那他们为什么要杀张广平呢 咱们得先说说 这某小翠和李坤他爸爸李某 是咱们离的婚 2000年的时候赶上拆迁 某小翠呢 为了拆迁多分房子 这才跟李某办的离婚 本来商量好了 是假离婚 没想到假戏真做成了真的了 这事在前些年 房地产火热的时候 好多人为了买房子 能有这个买房资格 不也办假离婚吗 也有不少人 这一离成了真事了 这某小翠跟李某 办离婚手续的时候 规定好了 儿子是由李某抚养 可是没想到 离完之后不复婚了 这李某竟然跟张广平 结了婚了 某小翠心里边这个恨呢 尤其这儿子 天天跟后妈在一起生活 就总怀疑张广平 对儿子不好 于是啊 这某小翠就总是跟张广平啊 跟李某啊 他们起冲突起争执 07年5月份前后 某小翠就动了杀人的念头了 并且是他想出来的 要用高压锅 把这尸块都给煮了 毁尸灭迹 某小翠啊 前后几次 教唆他的儿子李坤 让李坤跟他一起杀人 但是呢 这李坤一直没答应 08年1月份 李坤的奶奶去世了 因为住房等问题 这李坤呢 跟继母张广平之间 矛盾激化了 2月12号晚上9点左右 某小翠又跟李坤说 要杀死张广平 这回李坤答应下来了 按照某小翠的设想 俩人呢 就开始着手准备 2008年2月12号晚上10点 母子俩带着作案工具 乘坐出租车 前往李某家里边 李坤自然是有自己 爸爸和继母家的钥匙啊 用钥匙打开门 张广平呢 在主卧室里边睡觉呢 某小翠顺手拿起 客厅里的一把榔头 俩人就进入到主卧 某小翠二话不说 抓起锤子 朝着张广平的脑袋 就砸了过去 李坤用手捂住了张广平的嘴 张广平一腾 惊醒过来了 挣扎着 从床上爬到地上呼救 李坤上去 把张广平摁在地面上 母子俩又合力用一根绳子 勒住了张广平的脖子 把他给勒晕了 随后 母子俩轮流用锤头 砸张广平的脑袋 又用胶带 粘住了张广平的嘴和鼻子 最终导致张广平死亡 确认张广平已经死透了 母子俩把尸体和作案工具 一起装进纸箱子 并且用胶带封好了 接着 李坤把纸箱子拖到门口 用手套和脱下来的羊毛衫 清理了地面的血迹 最后俩人 抬起纸箱子 经过七楼大门口 来到了马路边上 打了一辆车 把尸体 运到了 渝北区 黄金宝小区 到了这出租屋之后 母子俩在厕所里边 用准备好的刀具 肢解尸体 肢解下来的人体组织 又用高压锅 在厨房里面进行了烹煮 把肉煮熟了 剔下来 切完块 倒进厕所下水道里面 剩下的骨头呢 用塑料袋装好了 下午 母子俩作案结束之后 嘿 心里边啊 一点慌乱都没有 反而出去 美眉的吃了一顿饭 还买了两件新衣服 直到后来 被警方顺利抓获 咱们之前呢 就总有听友 给我发私信啊 就希望听听 华人神探李昌玉博士 破获的那些著名案件 但很多案件呢 都是国外案件 咱之前那个专辑 又是中国刑侦大案 所以呢 没法讲 一讲就跑题了 正好在这个专辑里边 就可以给大伙 讲国外案件了 咱们今天就来说说 康州岁木鸡杀人案 提起李昌玉 喜欢听案件 纪实类的朋友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吧 全世界都赫赫有名的 刑事见识专家 这一生是破案无数 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案子 要从1986年说起 1986年12月初的一天 一个叫理查德克拉夫兹的男人 给康涅迪格州新阵市的警察局打电话 报警 干嘛呢 说自己的妻子突然失踪了 不知道去哪了 她的妻子啊 叫海利 是泛美航空公司的一名空姐 理查德呢 这也算是同行吧 是美国东方航空公司的飞行员 海利啊 不光长得漂亮 人家家世背景还好 来自一个丹麦的贵族家庭 两个人都在航空公司工作 一个当空姐 另一个这家伙是飞行员 收入是很可观的 俩人还有三个特别可爱的孩子 家里雇了一个保姆 这么一个家庭郎才女貌 那是人人羡慕啊 在报案电话里面 理查德说呀 妻子海利两周前去公司上班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过家 这一段时间呢 她给妻子的公司打过电话 给同事打过电话 给朋友也打过电话 甚至给这海利的娘家 也都打电话询问了 但所有人都说 没有见过她 也联系不上她 在接受警察问询期间呢 理查德显得焦躁不安的 一再请求希望警察帮忙 找回妻子 通过问询 警方认定 这肯定不是简单的 人员失踪案 要不不可能 一下子失踪这么长时间 这海利很可能 已经遭遇不测了 那这案子该从何入手呢 警方首先想到的 就是海利身边 这些关系很亲密的 同事朋友 警方啊 首先找到了海利的 一个同事 叫罗拉 这罗拉跟海利 是同一班机的空脚 又是不错的姐妹 好姐妹在一起 那互相之间聊聊心事呗 罗拉就说呀 我最后一次看见海利 他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他跟我说 他先生有外遇 他已经决定回家之后 就正式提出离婚 哦对了 他还说 他有一种预感 如果他出了什么事情 一定不要怀疑是意外 正因为如此 因为海利跟他说了这事 罗拉才觉得海利的失踪 一定和他的丈夫理查德 是脱不了干些的 其实啊 海利在失踪之前 还曾经请私家侦探 调查过丈夫理查德 还找过一位女律师 咨询过有关离婚的事情 因此 这名私家侦探 和那名女律师 这也是警方询问的重点对象 首先是女律师 警方找他问话的时候 这律师就说 那是一个多月之前吧 海利向我咨询过离婚事务 因为她怀疑理查德可能有外遇 请我帮忙争取三个小孩的抚养权 同时海利也跟我说了理查德的暴力倾向 理查德有时候会动手打他 他想着尽快结束这段婚姻 我还建议他先找侦探 确定理查德有外遇之后 有了证据 再正式提出离婚 直到这时候 警方这才知道 感情大家都羡慕的 这对表面上看起来 无比恩爱 无比和睦的夫妻原来早就感情不合了 海利长得漂亮 但理查德人家长得也很帅气啊 高大威武啊 飞行员这工作又高大上啊 所以海利也无比担心 他一直怀疑理查德在外边有女朋友 而且可能这女朋友还不止一个呢 因为理查德呀 经常不回家 或者很晚回家 每一回呢 都是以工作繁忙为借口啊 这就跟大部分渣男都是一样的理由 理查德跟海利这夫妻俩 能够面对面沟通的机会是越来越少 俩人也不聊天了 也不在一起恩恩爱爱的了 那海利对理查德更怀疑了呀 接着警方就找来了海利委托过的一位私家侦探 这个私家侦探呢 叫梅尔 警方刚一提起海利失踪的事情 这梅尔啊 一口咬定 海利的失踪一定和理查德有关 据梅尔说 他在接受海利的委托之后 连续跟踪了理查德好几天 拍了好些个照片 证实了海利怀疑丈夫出轨的事 这都是真的 海利之前猜的果然不假 理查德外边真有女朋友 还不止一个女朋友 在纽约长岛有女朋友 在新泽西州也有女朋友 哪哪都是女朋友 而且这些女朋友 都是理查德所工作的东方航空公司的空间 理查德有着充分的条件 跟这些同事乱搞男女关系啊 梅尔还说呀 在案发前差不多两周的时候 他呢 把拍到的照片拿给海利 这些照片 那都是理查德和不同女朋友 在那举止很亲热的照片 又搂又抱又啃的 海利一看 当时眼泪巴达巴达就出来了 伤心欲绝 并且海利也跟梅尔说了 这次飞行任务回来 我就要跟他正式离婚 除了这律师和私家侦探之外 警方啊 还要找一个重要的人了解情况 谁呀 咱们之前提过 这个家庭呢 有一个保姆 因为毕竟两口子工作都忙啊 还有仨孩子呢 得有人照顾啊 俩人是从蒙大拿州 招的一位保姆照顾孩子 这保姆啊 在警方找他的时候 人家已经辞职了 回到蒙大拿了 警方赶到了蒙大拿州 保姆的家里就问他 什么情况啊 保姆就说 案发当天晚上呢 他出现约会去了 回来已经是差不多第二天 凌晨两点了 在房间睡下没多久 就听见邦当一声 有重物落地的声音 之后就没有什么声响了 他也累了呀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可能楼上什么东西掉了吧 他就接着睡觉了 清早五点半 他被理查德叫醒 当时呢 外边啊 刮着大风呼呼的 还下着雪 正好房子也停电了 理查德让保姆 把孩子的东西准备好了 理查德说他要开车 带着大伙到他姐姐家去 当时啊 唯独海莉不在家 这保姆呢 还问过理查德 那不等海莉了吗 海莉去哪了呀 那这理查德 是怎么回复保姆的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警方啊 找到了当时理查德 他们家的保姆 就问这保姆当天的情况 保姆就说呢 那天早上五点半 理查德就把他叫醒了 让保姆啊 把孩子东西准备好了 理查德呢 要开车带着大伙 到他姐姐家去 当时海莉不在家 保姆还问理查德 海莉去哪了呀 理查德当时神情自若的说 他已经先去姐姐家了 这么着保姆呢 也没多想 收拾好了之后 理查德带着三个孩子 和保姆开车 到了八十里地之外 一个叫西港的地方 理查德的姐姐啊 就住在那 可是到了那之后 保姆一看 海莉没在那啊 理查德呢 就又随口应付了一句 可能是公司有事 临时安排他加班去了吧 保姆呢 也就没多问 但保姆 在离开家的时候 其实注意到 卧室的地毯上 有一块很大的屋渍 保姆当初 也没有太留心 等到第二天晚上九点多 理查德开车 接保姆 跟三个孩子回家的时候 保姆 这时候竟然发现 卧室和走廊的地毯 都不见了 家具的位置 也被移动过 这保姆啊 岁数不大 对于年轻人来说 他这心里边 他想的就多呀 这理查德 这是要干什么呀 怎么这么反常呢 他就感觉理查德 显得既神秘 又恐怖 您各位想 好些个年轻女孩子 都喜欢看点什么犯罪题材 听听大案 计时之类的 对吧 有的还喜欢看点什么 恐怖惊悚片 那禁不住想啊 越琢磨 保姆越害怕 干脆没过几天 就跟理查德辞职 回老家了 警方啊 等于已经问了 他的同事 朋友 律师 以及保姆 还有那个 私家侦探 通过这一系列的 走访询问 逐渐理清了 这件事情的脉络 这时候 愈发的感觉到 海力很有可能 遭遇不测了 而凶手不是别人 正是报警的 理查德 警方就开始 对理查德 进行了一个 深入的调查 就发现 这个男人 来头并不简单 当时他报警的时候 显得焦躁不安 但现在 越来越感觉到 这个人 城府很深呢 理查德 虽然表面上的身份 是美国东方航空公司的 一名飞行员 但是 在此之前 他曾经两次参加过 美国中情局的特别行动 在越南老挝 还参加过空中救援计划 是一个经过特别训练的 前中情局专员 中情局 举世闻名 大伙都知道 那是个什么地方 一个前中情局专员 这就代表着什么 代表他有非常强大的 反侦察能力 以及应急能力 当然了 除此之外 杀人能力 也不在话下 所以理查德 绝对有条件 赶紧利落的杀死妻子 处理好 妻子的尸体 不会给人留下 任何有用的线索 但是美国办案 也跟在咱们国内办案一样啊 你不能光怀疑啊 你得有证据啊 如果说没有确切的证据 证明理查德就是凶手 那么你不管怎么怀疑人家 那这个真凶啊 那就会因为证据不足 逍遥法外 为了尽快破案 迫使理查德主动承认犯罪事实 他们呢 动用了一个很先进的技术 也是一个很古老的技术 什么呀 测谎仪 其实这玩意儿不先进了啊 在现在的案件侦破过程之中 测谎仪的结果 也不能作为直接证据 美国呢 是全世界最早使用测谎技术的国家 早在一百来年之前 人家就开始用测谎技术了 所以我们看过去一些个抗战片的时候 里面也曾经反映过一些测谎的内容 几十年 随着科技逐渐的发展 测谎仪器的准确程度啊 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尽管说测谎仪 并不能测定说话内容的真伪 但是呢 它能够通过受测者各种生理反应的变化 再依靠专业人员的分析 能够大概率的判断出来 被测试的人是不是说谎了 测谎仪呢 其实采用的就是一问一答的方式 但是这种方式在当时并不被认可 美国法律规定 测谎必须先征询受测试对象的同意 就是人家要不同意 警方不能强迫人家接受测谎 一开始啊 警方也犯愁 要是理查德不同意怎么办呢 但没想到 跟理查德提出来要测谎的时候 这理查德竟然愿意 他同意了神态自如 无比轻松的走入了测谎室 坐在理查德对面的呀 是一位资深的测谎专家 一开始呢 就问一些无关紧要的提问 主要就是看他在一个心理放松的状态 那些生理指标都是什么样子的 问着问着 突然一下子植入正题 你有没有杀死你的太太 没有 理查德回答的无比肯定 测谎专家又接连问出 你有没有教唆别人杀害你的太太 没有 你知不知道你太太的下落 不知道 这问题太犀利了呀 假如说理查德真的是凶手 他内心一定会有波澜的呀 那生理指标就会有反应啊 但是理查德 人家特别的平和 特别的震惊 也不知道问了多少个问题 反正问题不少 测谎仪上的记录笔呀 忽快忽慢的上下移动着 在一问一答的过程之中 这场测谎询问整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理查德 理查德接受完测试之后 就离开了 随后测谎专家就跟警察说 关于我给出的提问 他都回答得滴水不漏 实在看不出来有说谎的迹象 警察就问啊 那这代表着他是在说实话吗 有这个可能 可能他并没有杀害他的太太 可能他并不知道他太太的下落 你看 从这一切上反映的指标来看 理查德没撒谎 但是各位别忘了 理查德是中情局出身的特工 心理素质有多强 大家可想而知啊 尽管通过了测谎 这并不能排除他的嫌疑 现在没有办法确认他是凶手 但是海力的母亲 海力的朋友 依然认定理查德的嫌疑最大 他们呢 向康州检察官傅林尼根 进行了申诉 请求重新展开对理查德的调查 案件就陷入到了泥沼之中 不知道该如何突破了 就在这时候 州检察长果断的请了当时在美国 已经名声大噪的华裔刑事鉴定专家 李昌玉来协助调查 那么李昌玉博士介入之后 这起案件的侦破工作 能不能有所突破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在这起案件陷入焦灼状态的时候 周检察长啊 果断的就请来了当时已经名声大噪的 李昌玉博士来协助调查 接手这起案子之后 李昌玉决定让周警政厅的测谎人员再对理查德测谎一次 结果跟上回一样 理查德是什么也不承认测试结果那也是一样 人家冷静至极 不过呀 这一回这位测谎专家更加的有经验 这位专家就说 这一次他的测谎反应过度正常 也许是他太会说谎了 所以没有生理上的反应 看来通过测谎来取得案件突破 已然是不可能了 要想认定理查德就是海力失踪案的凶手 必须拿出确切的证据了 李昌玉决定从其他的方面入手 来找出这起案件的蛛丝马迹 通过前期调查 其实已经可以排除海力离家出走的可能性了 最大的可能就是海力因为要离婚 而遭到理查德杀害 那这就不是单纯的失踪案 很可能是血腥残忍的命案 美国的相关法律要求 检方在正式起诉的时候 必须证实被告有犯罪事实 既然海力失踪案的性质 已经被转为命案进行侦破了 那么最主要的证据是什么呀 就是要找出被害人的尸体 如果海力真的被杀了他的尸体 会在哪呢 李昌玉之前有过那么多年的形式鉴定的经验 他认为海力的尸体 第一有可能被埋在地下 第二有可能被丢在江河湖海里面 这两种抛尸方法是既隐秘 又难以被人发现 这是李昌玉给出的关于抛尸地的推测 那么哪是案发第一现场呢 李昌玉认为海力就是在家里失踪的 所以最有可能的第一现场就是他家 就在这时候 李昌玉得知 李昌玉马上要带着孩子们到佛罗里达州去过圣诞节去 对于人家来说圣诞节等于过年了呀 李昌玉立即向法官申请搜查令 在圣诞节当天带人进去全面搜查李昌玉的住宅 进门之后 李昌玉首先就发现 卧室的地毯走廊的地毯都不见了 这就证实了之前人家保姆说的话是真的 要想知道案发当天的真实情况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重建房屋现场 什么叫重建现场 就是啊 尽可能的按照推测 还原每个物件所应该存在的那个位置 得先把凌乱不堪的家具床柜回归原位 但是到底原本是什么样的 李昌玉他们也不知道啊 保姆呢 也回到蒙大拿家里边了呀 没人熟悉他们家摆设呀 大伙也没在他家里边住过睡过的呀 无奈之下 别忘了 大伙都有拍照片的习惯的 照片里边会不会有这家里边的场景呢 果不其然 把相册拿过来一看 相册里啊 果然有拍下来的客厅餐厅起居室的照片 大伙一边对着照片 一边开始把这物件都放回原位 在这些家具上 经过仔细查找 都没有发现任何血迹或者痕迹 哪怕当时真的见上血了 但理查德曾经那个出身 那肯定早清理干净了呀 据当时那位保姆说 他听到的重物落地的声音 是来自卧室的 那么卧室就应该会有血迹 不过呀 理查德早把楼上三间卧室的地毯全都撤走了 都铺着地毯呢 有血也都渗到地毯里边了呀 那地毯没了去哪找去呀 再加上 尽管翻遍了所有的相册 客厅什么模样 饭厅什么模样 都知道了 可就是找不着卧室的照片 卧室是最关键的 但因为找不着照片 现在还难以还原现场 所有人呢 现在是进退两难 就在这时候 有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 谁呀 海力的好朋友 叫丽莎 这丽莎呢 经常到理查德家里边找海力 经常来他们家聚会 丽莎及时的站出来 帮助重建现场 丽莎跟海力太熟了 经常来 所以对他们家的室内摆设 了如指掌 一到现场啊 丽莎一看见李昌玉可兴奋了 上去就握住李昌玉的手了 您就是李博士吧 我见过好些个您的破案新闻 哎呦 真想不到今天见着您本人了 还能跟您握手 这俨然就是好些个这影迷 见着大明星的反应啊 李昌玉博士啊 也不太适应这样的场合啊 但是没办法啊 人家这么热情啊 也得寒暄两句啊 寒暄了几句之后 那赶紧干正事吧 丽莎呢 就向所有的办案人员 一间一间的说明 每一件家具的具体摆放位置 所有家具回归原位之后 李昌玉开始仔细的观察 通过放大镜 果然在主卧室大床的第二层床垫下面 发现了七点血迹 这血迹都不多啊 通过化验结果 发现这些血都是人血 血型是欧型 和海力的血型相同 并且证实这都是新鲜血迹 与海力失踪的时间 极为吻合 可是这又有问题了 主卧的床垫有两层 第二层床垫 是两个大小相等的小床垫 拼接起来的 照理说 要是有血 应该是出现在最上面的 第一层床垫上啊 但是第一层床垫没有 而出现在了 垫在下边的第二层床垫上 李昌玉啊 结合这个情况 也进行了自己的分析 海力当时在遭到暴力袭击的时候 本能的跪倒了 理查德毫不留情的 对着海力的头部 致命一击 鲜血从他的头部喷出来 有七个小点的血迹 喷到了距离他最近的第二层床垫 同时被害者倒地的时候 头部接触到了床垫 从而形成了与地面夹角十度的血迹 除此之外 丽莎又提供了一个无比重要的线索 上期节目 咱们说到了 李昌玉博士啊 发现了至为重要的七点血迹 并且根据这血迹 还原出来了 当时海力遭受攻击时候的一个基本的状态 就在这时候 海力的好朋友 丽莎又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他说呀 理查德从来不洗衣服 哎 理查德从来不洗衣服 但是浴室里边所有的毛巾都洗过 洗衣机里边也发现了清洗过的床单和衣服等等 既然如此 那他为什么突然要洗这些呢 在这些东西上面会不会发现血迹呢 随后警方用了卢米诺试剂 果然呈现了蓝色阳性反应 这就显示出这些衣服可能都沾染过血液 理查德家的保姆 接受警方问询的时候 说过一个细节 咱们之前也提过 地毯上有一大块污渍 那么这块污渍 会不会是理查德杀害海力之后留下的血迹呢 现在这么重要的物证不见了 理查德到底把地毯扔哪去了呢 丽莎还跟警方说 记得理查德几个月前 买了一台长方形的大冰柜 大小啊 正好能装下一个人 当时呢 丽莎没多想 因为理查德是一个海钓爱好者 喜欢出海钓鱼去 冷冻柜呢 平时就放着他那些钓回来的吃不完的鱼 这事儿也合理呀 但是 冷冻柜原本是放在车库的 可是现在 没了 到现在为止啊 警方在理查德家地毯式的详细的搜索 尽管有收获 但是都没有什么关键性的收获 最重要的也就是那七点小血迹 其他有用的线索 还是没出现 这案件又走入到了死胡同 各位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李昌玉分析过 既然理查德家没有海力的尸体 那么尸体有可能被埋在地下 有可能扔进江河湖海 警方啊 对理查德家周围就进行了详细的勘察 甚至动用了飞机 但是没有发现附近有明显挖掘过的痕迹 总而言之 经过种种努力 种种搜索 无功而返 这让专案小组所有警察的士气都更加低落了 这时候李昌玉知道 必须要找到突破口 要不这案子没法查了 就在案件陷入死胡同的时候 一个新的线索让专案组重新又有了希望 这个线索呀 是一位铲雪车司机提供的 他说 二十号凌晨三点半左右 风也大 雪也大 他呢 正好是最忙活的时候 铲雪工嘛 那你得铲雪呀 正忙着铲除道路积雪 正好碰见了一个小卡车行驶在路上 这深经半夜的 刮这么大风下这么大雪 你去哪啊 这铲雪车司机还注意到 这小卡车拖着一台碎木机 小卡车车速挺快 正好跟铲雪车呀 是面对面的对象行驶 这铲雪车司机呢 这大哥脾气也不好 脾气挺暴躁啊 果断的 对着这小卡车的司机 竖起了自己宝贵的宗旨 这司机师傅后来也觉得纳闷 又是感恩节假期 路上人又那么少 车又那么少 这个人拖着碎木机赶路 他着急干嘛呀 据这个司机大哥说呀 这台碎木机 一头是一个陡形的入口 就上边宽大 底下呢 那口越来越小 对吧 陡形的 另外一头呢 是一个高高扬起来的 碎屑的排出口 平时啊 把一些木棍啊 树枝子树叉子呀 从入口那送进去 机器呢 就会把这些给碾碎了 切割完了 再进行粉碎 再从另一头的出口 把这些碎屑 快速的弹出来 这时候 警方就拿出来了 理查德的照片 递给了这司机大哥 让这司机师傅看看 你见着那开小卡车的是他吗 这司机大哥一看 没错就是他 我绝对不会看错的 那当时这个人 开着车朝哪个方向去了呢 好像是沿着河边的路 往西边开去了 李昌玉和专案组的人 这时候都意识到碎木机 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碎木机 连木头都能碎 那更能轻而易举的 把一个人毁尸灭迹了呀 找到碎木机 在通过卡车行驶的方向 进行细致的搜索 那就很有可能 能找到海力的遗骨 沿着河边的路 一路往西走 有一条岔道 通往森林里边的 约尔拉湖 弄清楚周围的地形之后 李昌玉就琢磨 会不会 李查德杀害海力之后 用碎木机在湖边灭尸呢 不过呀 李昌玉 办理了这么多的刑事案件 走遍世界各地 没听说过有用碎木机灭尸的呀 直觉依然告诉李昌玉 碎木机灭尸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随后李昌玉和专案组进行了沟通 大家一致决定 将调查重心转移到约尔拉湖上 把那台碎木机作为重点调查对象 警方想方设法的 通过出租公司 找到了李查德借来的那台大型商用碎木机 但很遗憾 这碎木机呀 被清洗的干干净净 洗的非常彻底 从碎木机上找不到任何的线索 据工作人员说 这碎木机还不是他们洗的 归还的时候啊 就已经这么干净了 一尘不染 他们当时心里边还纳闷呢 哎呦 人这客户是真好啊 真替咱们着想啊 省得咱们洗了呀 可见李查德 早就做好准备 就提防着警方有朝一日会调查这台碎木机 李查德 这算是机关算尽啊 作案手法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但是他这回碰上的不是别人 而是李昌玉呀 李昌玉呢 一个人来到了悦尔拉湖 突然就想到了 碎木机在抛这尸体碎屑的时候 那一定会在湖边留下碎屑残渣呀 只要证明那些碎屑是来自海利的身体 就足以指证李查德的罪行了 这时候李昌玉决定容学搜集证据 什么叫容学搜集证据啊 因为当时正好是康州最冷的月份 风雪交加呀 湖水也结了冰了 地面的积雪有三尺多厚 到处那都是白雪挨挨呀 银庄素果呀 李昌玉呢 找出了八个可能停放碎木机的地方 就进行容学 就把这学给他化了 尽管这个过程很困难 进展很缓慢 但是只要有希望 就得去做 工作持续了一个多星期 才容了两个地方 而且这俩地方一无所获 什么也没有 直到容第三个地方的时候 这才有了收获 在这个地方啊 警方发现了几块骨头碎片 之后又陆陆续续的 发现了五六十块碎骨 这让专案组又看到破案的希望了 这些碎骨有多碎呢 特别碎 基本上都是六毫米左右大小 您各位可以拿手笔量笔量 六毫米 那已然不是碎骨了 那就是骨头渣子呀 这碎骨呢 四边都呈现多面形切割的痕迹 很明显 这么规则形状的碎骨 只有是经过大型机械的切角 才会出现的 这些碎骨只有几毫米那么小 比起完整的骨头来说 鉴定难度是很大的 那怎么能证明这些碎骨就是海力的呢 上期节目咱们提到了 最终发现了一些碎骨 这些碎骨那俨然就是骨头渣子 那怎么证明这些碎骨就是海力的呢 不用我说 您也想出来了 DNA呀 对DNA 人的DNA呀 跌一半 妈一半 只要把碎骨中的DNA 和海力父母双方的DNA进行比对 就能得出答案 但是海力的父亲已经去世了 只能对比母亲这边的呀 但每个人的DNA 是父母双方组合而成的呀 缺乏任何一方 按照当时的技术来说 都没有办法最终确定这DNA 是不是海力的 DNA这一招也用不了 这可怎么办 三个星期之后 专案组啊 又找到了一颗牙齿 这颗牙齿呢 经过了多次修补 不是自然脱落的 可以肯定的是这枚牙齿 经过牙医多次处理 这么着 李长宇就让警察 找到了海力的牙医 调出来海力的就医档案 档案里呢 有三张全口牙齿的X光照片 分别拍于1979年 1982年和1986年 但您各位想啊 这照片拍的 X光片拍的 那都是从外边拍呀 只能呈现表面的这个形状 这个形态呀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李长宇想了一个办法 把这颗牙齿啊 360度旋转 每转一度 就拍一张X光片 一共拍了360张 再和之前的X光片 进行比对 这个办法确实好 还真就确定了 这颗牙齿 就是海力的牙齿 而且 从牙齿断裂的痕迹判定 不是自动脱落的 而是被外力击打 或者碾压过 这才脱落的 这边弄着牙呢 那边那融血小组 还没把那八个地方 全都融了呢 依然在那八个可能的地点 进行工作 通过细致寻找 又找到了18吨 一共2660根染过的头发 经过测定 这些头发 都是同一个人的 那到底是谁的 很可能是海力的 因为只能说可能 不能确定 这需要进一步的 科学技术比对 这时候就又有问题了 什么问题啊 咱之前说DNA时候 遇到的问题啊 DNA比对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 完全确定 那怎么办 只能直接比对海力啊 哎呦 怎么找到海力的生物剪裁呢 得亏啊 李昌玉找到了海力皮包里 有一把梳子 梳子上有头发 这头发是海力的 经过比对之后 发现这两千多根染过的头发 就是海力的 而且头发扭曲很明显 长短不一 也能够看出来有拉扯 以及切割过的痕迹 等于说 现在是好消息不断 哎 更好的消息 还在下边呢 警方专门派出了蛙人 在湖下进行打捞 在湖里边 找到了一把电锯 电锯 难道是凶器吗 大家都看过前些年 有恐怖片啊 电锯惊魂呢 李昌玉 马上灵光一闪 会不会是理查德先用电锯 把海力的尸体切成几大块 再放入碎木机呢 李昌玉 决定把这些电锯拿回去化验 果然在电锯里发现了人体组织 经过进一步检验 证实是手掌的皮肤和肌肉 同时血型和海力的血型相符 都是欧形血 李昌玉还恢复了这把电锯上被磨掉的产品编号 顺藤摸瓜找到了生产厂家和经销商 随后就找到了这把电锯卖出去的账单 是刷信用卡买的 刷的是谁的信用卡买的这把电锯 李昌玉的 多少钱呢 六百四十六美元 还挺贵 刑警啊 这时候又询问李昌玉 你是不是买过这把电锯 李昌玉太聪明了 这个人 他承认 是我买了 但两个月之前被偷了 警方当时也没有当场戳穿他的谎言 因为现在没有更多证据 在没有明确证据的时候 对付这么一个难对付的对手啊 还是小心谨慎为好 这时候好消息又陆陆续续传过来 经过高倍望远镜检验 专案组在电锯上 发现了一些微小的毛发 各位 人眼都见不着 您能想象得多微小了吧 最终经过技术比对 证实是人的头发 那么这头发 是不是来自海力的呢 经过DNA比对 这些微小毛发 还有湖边发现的那十八堆头发 都是海力的头发 您各位可以脑补一个画面啊 这边警察 一边问着这理查德 李长玉他们也在进行细致的分析 那边容血小组还苦哈哈的容血呢 容血工作一直持续到第四个星期的时候 又有警员发现了一根手指 不是整个的 是残缺的 这手指呢 染了指甲油 经过化验比对 残纸上的指甲油成分 和海力梳妆台上的某瓶指甲油 是一样的 颜色也一样 都是粉红色的 随着继续溶血 越来越多的东西被发现 在湖周围发现了海力的睡衣 内裤的残留物 以及隐约写着海力 克拉夫兹的几片碎纸 虽然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找到海力完全的遗骸 也不好找了都碎了 李昌玉和专案组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 已经找到了五十六块碎骨 包括一块头盖骨 一块面颊骨 几块手指骨 几块颓骨 还有那两千多根头发 一颗牙齿 一副假牙架 和半个手指头 这些呀 就拼凑出来了 千分之一个人体 又经过五千多项检验 最终证实这些碎骨 都属于同一个人 并且任何人 缺乏了这些骨骼和肌肉 都不可能存活 必然已经死亡 现在是铁证如山 证据确凿 李昌玉 包括专案组的警察 都长鼠一口气 李查德 最终被以谋杀罪逮捕 在法庭上 李昌玉出庭作证了六天半的时间 所有人都关注着这起 岁目击灭尸案 李昌玉 不急不缓的进行科学解答 因为李查德 前中情局特工的身份 以及海力 有着显赫的家族背景 所以这起案子 不仅是轰动全美国 还轰动全世界 尤其在欧洲 是欧洲各个国家的头版头条 李昌玉 就在这种压力之下 硬是拼凑出了千分之一的人体 最终把这杀气恶魔 李查德 绳之以法 虽然李查德始终不肯承认罪行 但是 李昌玉 在法庭上模拟的案发现场的情况 出示的种种证据 已经让李查德无力反驳了 原来啊 在案发当天晚上 李查德和妻子海力 因为离婚问题 发生争执 李查德使用身边的凶器 趁着海力不注意 用力击打她的脑袋 海力疼痛之下跪在地上 李查德又补上了一下子 受伤严重的海力 先被放到车库的冷冻柜里 第二天 李查德又支开保姆和孩子 独自开着车 带着事先租来的这碎木机 把海力的尸体 带到了郊外的湖边 拿出几个月前购买的电锯 把海力的尸体分段聚开 又放入碎木机 毁尸灭迹 李查德 尽管种种犯罪行为 犯罪手段 可以说是精妙无比 但在李昌玉的细致查案之下 他的罪行最终大败于天下 虽然李查德自始至终不肯认罪 但在这些铁证之下 陪审员裁定 李查德谋杀太太海力的罪名成立 最终被判处五十年 有期徒刑 居然大败于天下 人数被判处五十年 终如果终不肯认罪开